我们从哪里 从这个布施下手 从我们的笑容 很简单 你说你能不能做得到 行 有一天人家骂你 像佛菩萨那样 像米勒菩萨那样 还笑咪咪的 你的功德就来了 你不用去拼命 功德滋滋 你看我们佛塔 一进门大门 为什么会有四天网 中间有一个米勒菩萨 为什么放在大门口呢 像师父的道场 一进门 有一尊米勒菩萨在那边 米勒菩萨为什么放在那边 就是告诉你 你一进门你要欢欢喜喜的 学佛要欢欢喜喜的 不要每天学佛好像 哎呀 拉这个脸好像很紧张 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们有时候真的就做不到 你看看到米勒菩萨那个脸 度量很大 能够包容一切 所以布施可以从这边开始 从你的笑容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欢喜也好 不欢喜也罢 痛苦也好 快乐也罢 逆境也好 顺境也罢 无论 你能够要常常那种笑眯眯的 你可以复杀 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 49年 你看他走到哪里 度化众生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你看释迦牟尼佛的 他的脸都是微笑的那种脸 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像那个罗渣鬼那样 没有啊 真的没有 释迦牟尼佛虽然不讲法 有时候他没有在讲法 其实从他的这个表面上都在行布施 你看那个佛像 你看我们的佛像那个大殿 你看那个佛像的脸都是微笑的 他代表什么 叫你行布施 布施嘛 第二用什么方法 用你的真诚心来供养 用你的真诚心来供养 无论 这个人怎么样对待你 无论那个人怎么样来侮辱你 你都是用你的真诚心去对待的 你想一想 包容 礼貌 关怀 协助 用种种的 用我们的能力去供养 哪一个人能够跟你置业而言呢 哪一个人不欢喜你的呢 广结三年其实很简单 只是我们肯不肯做而已 全部都在我们的生活上的 但是很可惜 很多人对这个方面修学佛法 以为认真 我今天学佛就是要念经 很多人 也有这种人认为 我学佛就是要念经 早上念一部 中午念一部 晚上念一部 有时候甚至在念经的时候 看看佛像 佛有没有看到我呢 念经好了 又跟阿弥陀佛讲 阿弥陀佛我很听话 很听话什么呢 我天天诵经 阿弥陀佛需要你听经吗 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学佛认为都是念经的 所以天天拿着经本 走到哪里 经本拿到哪里 只要有机会 就是开始读经了 跟阿弥陀佛说 阿弥陀佛报告完毕 就是有这种的心态 就是这样 我念佛 今天我念了一万生 阿弥陀佛我报告回向了 感觉跟阿弥陀佛讨功 我很用功 我又怎么样 阿弥陀佛需要你念佛给他听 阿弥陀佛需要你念经给他听 不需要的 因为经都是他讲的 符号都是他自己的 他还需要吗 不需要的 佛的需要是什么呢 你能不能把这些教诲 落实在生活里面 那个才是真正的学佛 不是像这样的 我们现在很多人搞到现在学佛 让人家认为学佛念佛都是迷信的 都是消极的 你要度化别人 首先你要怎么样让别人对你有相信的 广结善缘 我们一定要从哪里 从这个地方做起 你能够这样羞耻啊 走到哪里 就算你在这个生活里面遇到一些你不如意的事情 或者你所讲的逆缘 你也不会被这个逆缘当作你变成你自己的障碍 为什么因为你会认为这些逆缘就是你的老师 他就是来考验我 他就是来帮助我让我这个成就 这个就是真正学佛最大的好处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学佛不代表 你今天念了多少部经 念了多少句的佛号 拜了多少的佛不是代表这个的 学佛的代表是什么 你能不能对人对事对物 你把佛陀的教诲应用在这个生活里面 能不能把你的烦恼化出你的智慧 把你的习气变成你自己的福报 把你的业障变成你自己的力量 这样学佛才会有一个得到的好处吗